这位朋友问的是 进了小区地下室或电梯 信号就不太好 打电话发微信都不通畅 有什么改进的好办法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从5G呢 从它的技术来讲 它就是高频幅高带宽 但是呢 它呢容易受到这个穿透能力啊 比较弱 容易受到这种建筑物的影响 导致它的这个信号差 那么我们的5G建设呢 也是从一开始的这种广域的覆盖 然后再向深入的覆盖 这个呢 其实是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那么过去呢 建筑在建设的时候呢 也没有同步地考虑到我们这个 相当于通信网络的这种建设 那么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 在做基础建设的时候呢 也会受到各种 这个协调难度大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像这种小区啊 和这个电梯啊 这种密闭空间的这个地方 就会存在一些路覆盖的现象 当然呢 随着我们省啊 出台了这个建筑物的这个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规范 那么这个标准的这个下方呢 就会解决我们这个 之前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呢 在一些新建的这种建筑物里面呢 已经能做到这种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 同步施工 然后这个同步的这个交付 验收 这样呢 然后达到我们的这个幸福 覆盖呢 能够完善 针对既有建筑呢 是这样的 其实呢 国家几个部委 尤其是工信部啊 今年其实已经牵头呢 做好了一个叫幸福家园的 一个专项工程 那么这个专项工程的目的呢 就是推动我们整个既有建筑物的 这一块移动通信建设的这个 相当于统筹规范实施 然后推进它 然后呢 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 整个既有建筑的这个 移动通信覆盖的这个标准 当然我们江苏呢 其实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 省委省政府呢 也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其实从江苏省啊 从2021年开始 省委省政府就推动了一些的 这个专项的这种民生工程 主要就是说老旧小区的改造 包括电梯 地下室的这种专项覆盖的 这种项目 那么我们江苏铁塔呢 和这个三家运营商 这几年呢 也是通力去做 我们全省从 去目前为止统计啊 我们已经做了大概在 四千多个小区 八万多部电梯 应该说我们省的整个的 这一块的这个 通信覆盖的这个质量 是在稳步的提升 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